开拔在即 加紧清理车辆积雪 四月高原 占暖还寒 嘟嘟嘟 一阵急促的哨音 打破了清晨的宁静 火箭军某部通信营突然接到作战命令 组织官兵奔赴陌生地狱 开展时战化机动通信演练 车辆检查 物资装载 设备通电领解 半个小时后 梯队准时出发 一旁是万丈深渊 一旁是陡峭山崖 一车多宽的路面积雪犹存 司机驾车盘跚在崎岖蜿蜒的山间如履薄冰 前方急弯 前卫车发生侧滑 右后轮悬空 所有车辆立即减速行驶 转弯路段铺载防滑沙 指挥员 安全员指挥车辆通过 急弯路段显向叠出 指挥员 安全员果断指挥 驾驶员谨慎驾驶 一路上 官兵攻克了一个个贤爱 为何该冒风险也要练兵山间 该部领导陈守德说 打仗首先要过赶自关 微不失信 险不练兵的思想翻离 必须破除 有以往实战化训练打下的坚实基础 相信官兵能够涌破险关 为全年演训任务做好战斗热身 经过近三个小时的紧张行驶 官兵碾兵破雪 顺利抵达作战区 抖掉疲惫 轻装上阵 从山峻岭中 一台台通信装备快速展开 灯车架天线 迅速起游击 准确调方向 号手们密切配合 各节点通信网络悄然构建 通信方舱中 车长坐在闪耀的仪表灯前 紧张配置通信数据 受敌电磁干扰 切换频率 链路信号不稳 提高通信功率 电波无形无界 外界干扰神出鬼没 面对海量的信息和各种随机特情 它们忙而不乱 操作着一台台设备 一个个数据顺利 传输到各个作战要素 一张横跨近百公里的高效通信密网 在山巒附中编织完成 信息战场 通信先行 近年来 该部通信营针对高原山地季后多变的特点 充分利用不同恶劣天后 组织官兵 奔赴野外战场演练通信枢纽开设 往昔构建 核无限效能检测等多个科目 先后出色 先后出色完成了实弹发射跨虚助讯等重大通信保障任务 书里总结出破解山中通 洞中通 扰中通等通信难题的20种经验做法 在实战催火中 不断锤炼战场保通能力 雷柱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周日晚 3月24日 抵达法国 未来两天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和其他欧洲领导人会谈 马克龙试图建立一个团结的欧盟 以应对中国在欧洲以及全球的影响力 习近平访法的目的之一 是纪念中法从代高乐时代 延续至今的双边关系 外界预期 法中两国将签署一连串合作协议 涵盖核能发电 航碳和捷径能源倡议 本周二 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荣克 将会加入会谈 共同探讨彼此的共通点 为4月举行的中欧峰会做准备 中国和欧洲几个大国 密切交往背后 揭示出中欧关系 在2019年开始显露的新变化 习近平访问法国 对马克龙而言 是一项颇为矛盾的挑战一方面 马克龙希望加深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另一方面 他也提出要抵御中国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 习近平上周到访意大利期间 意大利决定 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消息 就已在欧洲掀起轩然大波 与此同时 欧盟公布的欧盟中国策略性展望报告中 将中国视为系统性对手 随后 欧盟执委会公布了一项十点计划 旨在与中国建立更加平衡的经济关系 遏制中国国有企业 以及应对中国投资关键资产造成的安全风险等问题 面对这些对中国并不友好的消息 马克龙赞扬欧盟 已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觉醒 然而 不同于中国的另一个对手美国 与中国加深合作 也同样是欧盟坚持的立场 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美国第一的政策下 不断退出全球事物 法国因此希望与中国发展出更密切的合作关系 比如 鉴于中国在非洲的巨大影响力 法国在西非开展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行动 马克龙可能会寻求中国的支持 此外 在气候问题上 欧盟也需要中国的合作 此外 美国不断向盟友施压要求禁止中国公司华为的5G技术 但路透社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称 欧盟执委会单一数码市场事务执委安西普 将提交一份建议 将无视美国禁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呼吁 不过也敦促欧盟国家分享更多数据 以应对于5G网络相关的网络安全风险 虽然该指导没有法律效力 但它将具有政治影响力 对于中国和华为而言 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 相互矛盾的对华举措 预示着怎样的中欧关系 对此 欧洲人自己的总结可能更为贴切 路透社报道 上周五 欧盟领导人在布鲁塞尔的会议上表示 中国是欧盟的竞争对手 同时也是合作伙伴 但他们一致认为 欧中关系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 欧盟执委会主席荣克 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很好 但不是非常好 而且由于中国市场对欧洲产品的开放程度不够充分 存在不公平竞争 新华社莫斯科 4月22日电 记者张肖 据俄罗斯媒体22日报道 俄军事观察员将根据开放天空条约 对美国实施空中侦察 俄国防部机关报红星报云影 俄国防部减少核危险中心主任雷日科夫的话报道说 从本月22日至27日 根据开放天空条约 俄军事观察员将搭乘俄方飞机 对美国领土进行空中侦察 并据塔斯设消息 届时将有美方专业人员同机参与行动 以确保飞行路线和侦察行为 符合开放天空条约规定 此外 本月23日至27日 俄罗斯还将对波兰实施空中侦察 开放天空条约 于1992年签署 2002年开始生效 条约参与国可按规定 对对方领土进行飞武装方式的空中侦察 以检查其执行国际武器控制条约的情况 俄罗斯于2001年5月批准该条约 环球时报报道 新西兰警方预计 将通过回购收回上万枪支 这是该国在致命枪击案后采取的最新控枪举措 也是该国数十年来首次大规模修正枪卸法 据路透社11日报道 当地时间十日晚 新西兰国会几乎全票通过枪支管理法修正案 对该国的枪支管理法进行改革 通过的修正案将于12日交新西兰总督签字 之后正式成为新西兰法律 根据该修正案的规定 将禁止销售和持有军用刑办自动步枪和突击步枪 但容量弹侠和可以把枪支改装成军用型办自动步枪的零部件 同样在禁止之列 对于目前人们合法时有的这些枪械 弹侠和配件 新西兰政府将根据其款式 型号和新旧状态 以合理价格回购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估计 政府此次回购 可能耗资一两亿新西兰元 一新西兰元约合四五元人民币 新西兰先驱报 11日称 政府还将在下半年推出军备修正法案 进一步改革枪支登记注册程序 枪主牌照和警方的审批程序 以及监督制度 王毅 At Sevilla Debt Post 7,531 新华社北京2月26日 电记者樊有祥中央军委副主席许其亮 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26日 分别在京会见了来访的 柬埔寨王家军副总司令 金陆军司令红马奈 许其亮说 中间两国是世代友好的亲密邻邦 是名副其实的铁杆朋友 作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间两军交流合作 近年保持强劲势头